到底是谁想肢解乌克兰 吞并乌克兰的领土 继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安德烈·马尔加提议 个别国家一起瓜分乌克兰边境领土后 又有外媒爆料 波兰计划夺取乌克兰西部并举行公投 大家好 我是郭月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西方国家一直在渲染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是为了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在乌克兰四地举行入俄公投后 西方的叫声更加猛烈 然而嘴上口口声声说着要帮乌克兰保卫领土的西方 实际上一直在窥忌着乌克兰的领土 一些西方国家时不时就会暴露出 想要瓜分乌克兰领土的本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 就频频爆出波兰盯上了乌克兰的领土 正在暗中制定计划准备冲火打劫 日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又援引比利时门户网站 外交网站的消息 波兰正在为武装干预和夺取乌克兰西部做准备 根据爆料 波兰准备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引入特遣部队 并准备举行将备占领土加入波兰的全民公投 另有波兰政治家认为 届时乌军会彻底溃败 而乌克兰政权则会被转移到西方 需要注意的是 文中特别指出波兰想要占领乌克兰西部领土的意图 并不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才有趁火打劫乌克兰的想法 而是早就有预谋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波兰早就已经有这个计划 而这已经不是波兰第一次被指出计划肢解乌克兰了 早在两三个月前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就放出消息称 波兰当局蠢蠢欲动 正在为夺取乌克兰领土做准备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波兰计划在俄乌进行和平谈判时 就已经实现自己扩张的目的 以此逼迫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得不承认 这已经是事实 与此同时 为达成目的 波兰方面计划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一同合作吞并乌克兰的领土 巧合的是不久前 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马尔加就直接提议 让泽列斯基政府将一些不自然的领土 割让给他们 马尔加的理由是 乌克兰现在的边境领土是不自然的 要求泽列斯基政府把外卡尔八千 加利西亚和布克维纳这三个地方 分别割让给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 虽然波兰一直在极力否认 肢解乌克兰的计划 但比利时媒体上述爆料 和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的话 都给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指控 增加了可信度 其实美国和欧洲国家 跟乌克兰本来就不是一条心 西方在俄乌冲突中 又是给乌克兰资金援助 又是送去大量武器 可不是在真心的帮助乌克兰 这些西方国家各怀鬼胎 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乌克兰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电巧石 或者说是炮灰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美国援助乌克兰 是想要借这场战火削弱 俄罗斯和欧洲的整体实力 以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 而欧盟国家则跟以往一样 想跟在美国后面 在战争中吃人血馒头 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 除了想跟在美国后面 捡点碎肉吃外 甚至还有更大的阴谋 称呼大街 瓜分乌克兰领土 不过众所周知 美国的话在很多西方国家面前就是圣旨 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 更是一直在抱美国的大腿 鉴于此 那这些国家企图瓜分乌克兰的背后 谁能保证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呢 最近美国媒体透露 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了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 美军4700多人正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方进行演练 俄方认为美国此举增加了俄罗斯的安全风险 但我们联系起波兰计划夺取乌克兰西部 和罗马尼亚建议瓜分乌克兰边境领土的信息来看 宣称不会军事介入俄乌冲突的美国 在乌克兰边境部署大量兵力的这个动作 我们会发现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美国在乌克兰边境部署大量兵力 除了可能是对准俄罗斯外 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瞄准的是乌克兰的领土呢 泽连斯基政府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头号敌人 听西方的话 赌上乌克兰人的命 跟俄罗斯打到现在 但如果泽连斯基政府真的是为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好 想要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领土完整 那真正要防的或许应该是西方才对 当然了 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种种表现来看 乌克兰政府不一定就是乌克兰人民的政府 而是西方的傀儡政府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